近现代史,对全世界普通人最大利好消息,无疑是世界各国经过两次残酷的战争洗礼,欲发明白和平可贵之处,其心协力终止和大规模战乱,让绝大多数地区普通人能够享受和平生活。 不用再过提心吊胆的生活,值得讽刺的是,世界迎来和平年代不过数十年,随着时间往后推移,竟有不少人借着网络发达便利,直言对世界格局现状不满,动不动就发表一些好战言论,真可谓是出生牛犊不怕苦,没经历过战争,永远不知道战争残酷之处。 俄罗斯曾发布过一段真实战场视频,彰显出战争中士兵没有对与错,只有生于死的处境,近日突然在中国网络上遭到疯传,狠狠打脸了那些唯恐天下不乱,不辞和平可贵的人也。 视频事件背景为,乌克兰政府派出侦察小队,去东部地区侦探敌情,结果这支侦察小队与乌克兰东部武装部队碰了个正面, 全员被监,全剑敌方没有给乌克兰东部武装部队士兵带去任何喜悦之情。 士兵们照常打扫战场,其中一位士兵发现敌方一阵亡士兵手机在响。 士兵捡起敌方手机一看,是阵亡者母亲打来的电话,在此之前他已经打过六个电话了,但儿子手机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。 不忍心看着一位伟大的母亲,等待一个已死之人,接电话的东吴士兵。 接了电话,与敌人母亲对话内容,被揭露出来。 东吴士兵首先向电话另一头,确认是否为敌人母亲身份,得到肯定回复后,那就说道抱歉,你的儿子已经死了。 对面立马传来哭泣声,同时不忘小心翼翼,询问东吴士兵,能不能帮忙将遗体送回来,得到肯定回复。 两人对话画面不长,整个视频也就一分钟十场左右,却给所有观看者带去巨大冲击感。 执行命令是每个士兵天职,战场上两军结伙,为了自己后帮所守护的东西,要求士兵拼尽全力获得战争胜利。 他们没有错,错的是血液引发战争的人。 以视频中这位东吴士兵表现出的为人处事方式来看,他绝不是穷凶极恶之人。 如果没有这场战争,生活中与战亡者相遇,或许他们还能成为一对要好的朋友。 得到战亡者母亲高度评价,你儿子有这么个朋友感到骄傲。 视频中内容只是战争一个缩影,与其他残酷之处区别在于,它被媒体传播至网络,受到大家关注,但战争残酷表现方式,绝不仅是如此。 事实上战争会比任何一个没经历过的人,想象严重一百倍,例如中东地区。 在他国干预下,至今未能全面结束战乱,不断向全世界输送着难民,而所有人只看到了接收难民国家出现社会问题,哭声了难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。 德克享受和平时代最基本权力,安居乐业,受战乱影响,只能背井离乡,受尽他人白眼,由衷希望全世界和平。 对于战争,你的态度是怎样的?如何看待至今活跃的好战本子? 欢迎留下您独特见解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